景区门口安装了夹冰块的喷雾风扇 洒水车忙着为收腾腾的路面降温 大陆北方多地发出40度以上的高温预警 至少有6个气象站 突破6月以来历史最高温记录 不仅持续时间长 而且太阳辐射强烈 湿度小 所以对于公众来说 这种干热炙烤的体感会更加明显 北方高温干旱 南方却多雨贫灾 极端气候正成为大陆的粮食杀手 进入售卖的季节后 农民就在加紧抢收麦子 所以现在地上看到的 通通都是采收过后的麦杆 其实今年6月 全大陆就已经进入了汛期 但是气象专家警告 今年的汛情异常 各地强降雨的情况可能增加 再加上夏季高温是逐年攀升 种种挑战都会影响粮食生产 官方宣称大陆已连续20年丰收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粮食供应安全无余 根据数据 中国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粮食仰赖进口 粮食自给率从2000年的93.6% 涨到目前的65.8% 习近平和李强接连夏天视察 强调要以技术改造农业 就怕粮食成为其他国家牵制的战略破口 高温低温的这些品种现在都有 包括增强品种的抗病能力和抗虫能力 以及它的抗自然环境的能力 这一块都在进行改良 像是传统农业重镇山东深陷 应对气候挑战着力于品种改良 跟温室大棚改造 利品增产 今年6月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上路 从制定到生肖仅仅只有半年 法规要求各地方政府 要确保粮食责任为首要任务 显示当局对粮食供应有巨大压力 为保14亿人口并不容易 东西新闻杨艺亭黄元元 全山东采访报导